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现在人来到瑞芳的柱子坛 今天早上 我从 松山车站搭乘8点0月份的区间车 来到瑞芳 然后再从瑞芳搭乘808小公车 来到瑞甘新村站下车 我后面这座土力宫庙 就是柱子坛福安宫 也是今天行程的起点 我今天带南古道行程的路线 是要从福安宫出发 走柱子坛古道到九份 然后再从九份走 树梅坪彩晶古道 然后再接百二坎古道 然后再接雕山古道 然后一路走到牡丹火车站 然后再搭火车回家 这是今天的路线的概况 柱子坛这个地名至少有两百年的历史 也是淡南古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算中继点 柱子坛目前 因为我们现在在基隆河的围墙旁边 所以看不到柱子坛 没关系 待会到 待会爬柱子坛古道到半山腰的时候 我们望见柱子坛的时候 再来聊一聊柱子坛的历史 待会我们从福安宫出发 然后古道会缓缓的上行 一直爬到前方山顶的安部 最低矮的地方 就在圆山分铜道的上方 那从那边月顶之后 再接上流浪古道 然后往九份而去 好我们现在就出发 从庙旁边的这个水泥石街路上行 这水泥路还蛮湿滑的 因为前两天有下过雨 所以地面还湿湿的 古道会前往半山腰的旧福安宫 我们现在一路往前走 走往旧福安宫 现在山路变得平缓了 而且也变成泥土路 登山斜走这种路 反而比较不会滑 这边是一段斗上的石街路 旧福安宫应该就在上面了 到了 旧的土地公庙福安宫就在 就在圆山分铜道的饮水隧道口 我们下去看一下 这里就是柱子潭古道的福安宫 土地公庙已经迁到三角下的新福安宫了 土地公庙的前面 这边就是圆山分铜道 这是为了避免基隆河在台风期间 山洪爆发 不急宣泄 会造成下游的灾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开辟了一条分铜道 将基隆河的河水 引到东北角的外海排掉 圆山分铜道完成之后 基隆河下游的水患 就彻底解决了 前面的基隆河河面就是柱子潭 昔日的淡南古道 从瑞芳一路而来 经过圆山子 蛇子行 然后到达柱子潭 从这边搭船 越过基隆河 然后再往侯洞的方向而去 到了九重桥的时候 再左转 然后沿着大处坑溪往上走 然后就接金字碑古道 越过山凋零 往牡丹而去 我离开福安宫 古道在这边越岭 然后继续往九份的方向前进 这一段古道有大片的竹林 非常的优雅安静 一路缓缓的下坡 刚刚福安宫那边 因为山脚下在施工 比较有噪音 所以我就来到这个幽静的竹林里面 来聊一聊柱子潭好了 柱子潭的地名 是因为早期 刚刚那边的基隆河畔 种植很多柱麻 柱麻是可以用来织布 织布之用 柱麻 台湾米兰话叫做Daya 所以这边的基隆河的水潭 就被称为Daya潭 Daya潭 柱子潭 但是柱跟茶的台语发音很接近 柱麻Daya 茶叶也是Daya 所以1821年 柱麻Daya潭 前往格玛兰 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把地名写为茶子潭 那茶子潭跟柱子潭 其实发音都一样 Daya潭 Daya潭 Daya潭是当年淡然古道上 很重要的一个必经之地 从对方来到这边的时候 就必须在这边搭船 越过基隆河 所以当时Daya潭 柱子潭的两岸 都有一些小旅店 提供淡然往来的商旅的住宿服务 当年淡然关道是过柱子潭之后 是往侯洞方面而去 然后在九穹桥的时候 接金字碑古道翻越山凋零 那柱子潭古道 为什么也是淡然古道之一呢 有学者认为 嘉庆12年台湾之府 杨廷里开辟的一条新的路南道路 这条道路的起点就是在柱子潭 也就是说我现在走的这条柱子潭古道 算是杨廷里古道的前段 有学者认为当年的杨廷里古道是 在柱子潭渡过基隆河以后 然后不走往侯洞 而改由柱子潭这边开辟一条新路 通往九份 然后再接树梅坪 参光辽 基姆岭奥底 然后到达浮隆以后 再接隆陵古道 进入格马兰 不过杨廷里古道 在文献上几乎没有记载 所以杨廷里古道 它正确的路线 其实多半只是半猜测 那学者会这么认为 主要是根据姚银的台北道理记 他在爬山雕岭路段的时候 那他有记载 他有记载了一段话 杨廷里新开路东 因其路迂远 人不肯行 故多由此就路云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杨廷里在山雕岭道路的东边 开辟了一条新路 这条新路是在山雕岭的东边 姚银提到 这条路因为道路愈远 所以老百姓都不肯走 都不肯走那条新路 而是继续走这条山雕岭古道旧路 从姚银的这个记载 那学者认为说 山雕岭的东面就是九份那一带 根据姚银的这样的一个叙述 这条新路应该是没有经过山雕岭 很可能就是过柱子坛之后 那直接由柱子坛开辟了新路 通往九份 然后再经 畅光辽基姆岭奥迪 然后接上隆岭古道 不过所有关于杨廷里古道的记载 也就仅止于此而已 我个人是对柱子坛古道是否就是杨廷里古道的一段 是存疑的 姚银在山雕岭的那段记载 事实上是有明显的瑕疵 当时姚银在山雕岭 他提到 基隆与清水澳 在岭的东南面 清水澳就是深澳 深澳深水的台湾门南话是秦水 秦水所以姚银就听成清水 就把深澳称为清水澳 那他提到说 基隆与清水澳都在山雕岭的东南面 那事实上 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现在看卫星地图就很明显的知道 基隆与跟深澳渔港都是在山雕岭的西北面 姚银在这个地方 对于整个地理方位完全搞混了 那么他说 杨廷里在山雕岭路的东边 新开了一条路 那这边的东边 会不会事实上是西边呢? 这一点方向上的错误记载 会让人家去质疑说 那杨廷里古道 是不是就真的是在山雕岭的东面 另外一个证据是 杨廷里后来有五次前往葛玛兰 那他所写的这个诗文里面 都一再地提到山雕岭跟隆岭 他每一次路然还是走山雕岭这条路 那难道说他自己刚开的这条新路 他自己都不走吗? 那还是说杨廷里古道 有可能是他越过山雕岭之后 然后到达牡丹坑之后 沿着牡丹西的溪谷往上游走 然后再经参光辽 基姆岭到达奥底呢? 我认为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在牡丹西的沿途 还是有蛮多的历史遗迹 例如说同志九年重修的有应妈庙 还有十三城聚落 那边曾经有山雕铺的遗址 就是清代在十三城设的一个铺地 游局三雕铺 但是如果这样 遥云为什么说人们都不肯走那条新路 而仍然走山雕岭这条旧路呢? 也许是说人们还是一样 一样越过山雕岭之后 继续去走旧路 就是由牡丹坑走往顶双溪、下双溪、远望坑 而不走杨廷里新开的这条 由牡丹西上游、经参光辽、基姆岭到奥底的这条新路 也许他的本意是这样 但是因为姚云写得非常的精简 留给后世学者废遗差 不知道杨廷里古道到底真正的路线是怎么走的 其实也不用那么在乎说杨廷里古道到底是怎么走的 柱子坛古道是不是杨廷里古道的一段 因为毕竟隔了两百年 那当年的记载又不是很清楚 所以如果想走杨廷里古道 我个人觉得其实也很简单 你就把瑞芳、双溪、共寮这一代 可能的杨廷里古道都走一遍 这样自然就能够跟上杨廷里的足迹了 所以杨廷里古道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历史情怀吧 不必在乎他真正的路线是怎么走 就像柱子坛古道即使它不是杨廷里古道的一段 这古道上这么优雅的竹林 旁边还有小溪 这样的一条古道就算不是杨廷里古道的一段 还是很值得走的一条古道 但它至少是清代九份采金时期开始的一条采金道路 当时大批的韬金客 都是走这条柱子坛古道前往九份 参与当年的韬金 我们现在就沿着小溪一路往下行 这一段溪半都是农民曾经破坑过的土地 有大片的竹林 待会就会接上流浪古道 我们来到柱子坛古道的可以说终点吧 因为到了这边柱子坛古道 就被流浪古道给取代了 这一条就是流浪古道 又称流浪路观光步道 好,这边有淡然古道的标示 这边就是往福安宫旧址 刚刚走过来的路 然后这边 这边的方向是往 往流浪路 流浪角 然后这边往流浪头 650公尺 往九份还有1.2公里 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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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对,对 是